大家好,朋友们,这个,有一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啊 哈喽,家人们,大家还记得在今年年初疫情期间 我们包机接回1.5万名英国小留学生的事吗? 那次回国避免了这些小留学生得到感染的几率 后来啊,也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但是当国外疫情出现火候之后 这些小留学生又再次的飞回到了英国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着急回到英国去呢? 答案是,因为英国曾经有一个这样的规定 连续居住10年才能申请英国的永久居住身份 但是这10年期间,你的离开时间不能超过540天 所以这1.5万名小留学生的家长冒着危险把孩子再次送回到了英国 不过由于现在英国变异毒株的出现 目前暂时停止航班的往来 此时这1.5万名学生的家长又再次呼吁 要求国家再次包机把孩子们接回国 现在呢,很多网友说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总不能让全国人民冒着再次被感染的危险 为你们的一己私利买单吧 但是学生的家长们也不甘是若 直接咆哮地说道,你们这是仇富 大家听一听,什么叫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大概也不过如此吧 说实话,我们不是仇富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祖国的安危着想 我们不想让全国人民共同的努力被你们所影响 有一句话叫,熊掌与鱼不可兼得 老百姓的话叫,甘着没有两头田 这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 是吧,你看我 我就从来不想 是吧,自从有了疫情 我就在我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家里边躲着 我也不出去 是吧,我尽量的网购 能不出去就不出去 是不是,出去戴上口罩 然后随身带着那个消毒液 70%以上的酒精的消毒液 随时喷呀,擦呀,弄 是吧,我们把这个预防工作做好了 我们不回中国再折腾去了 为什么呢 是吧,因为首先这飞机就不安全 密闭空间,是吧 这个一两百人在一个密闭空间十几个小时 而且说实话,我也不想受那罪 是吧,你不敢拿下口罩来 害怕,不敢吃,不敢喝 是吧,然后回到中国 还得14天的 这个叫什么 隔离,是吧 好像你要是再转机 再去你的目的地 有的比如说你到北京 像我是回北京 北京后来就不让降落了 降落到天津,西安什么的 然后你还得回北京 又隔离14天 对吧,28天一个月 这花不少钱 而且还有风险 我才不回去呢 对吧 我现在住在这挺好的 至于他说的那个情况 那个英国的小留学生 那都是有钱人 说白了来西班牙的 没有去英国 加拿大 美国 澳大利亚的 那些人那么有钱 我们这都是 不能说是穷人吧 中下阶层为主的 我们没那么多钱 我们也折腾不起 我们就跟这挺好的 是吧 另外他说那英国的是 如果你想有英国的永居 可能是啊 永久居留权 我不是特别掌握 他说是十年之内 不能离开英国 连续啊 不能连续离开英国 540天 大概是18个月 一年半啊 这个规定是合理的 是吧 那你就得遵守 是吧 然后他说 疫情严重的时候啊 从英国逃到中国 然后现在呢 后来回去了 回去之后 现在英国又严重了 又想回中国 那我觉得这些人没道理 是吧 而且其实哪都不是绝对安全 中国这不是爆发疫情了吗 对吧 北京河北山西辽宁 是吧 黑龙江 有很多地方又爆发了 你何必这么折腾呢 我觉得这些人的心态有问题 是吧 让你的孩子 是吧 你在英国你做好防护 剩下的就交给上帝 听天由命 对吧 我们西班牙也有类似的规定 那西班牙你要获得永居 永居的话 就是永久居留权 他是五年之内 五年之内 他不按次数 不是连续不连续 就是你离开多少次没关系 但五年之内不是六十个月吗 你加一块不能离开十个月 就是不能超过六分之一的时间 是在西班牙以外的 可能欧盟他不知道 因为欧盟各国之间 是吧 深根吧 深根协定二十多个国家 他没有这个出境入境的记录 没有出入境记录 但你要回中国 或者去其他地方 你不能超过十个月 我觉得这个挺合理啊 我在西班牙 我自个儿待着挺痛快的 我们这蓝天白云 是吧 眼前就是大海 想爬山 后边就是山 是吧 一面一面是大海 一面是山 是吧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的 你还折腾什么呀 是吧 我觉得这些 很多家长 中国人总是患得患失 把自己的孩子看成 人中龙凤 哎呀 自己家孩子就 那么的金贵 那么的 反正很多中国人 他没想跟别人搞平等 他就是搞特权 另外 中国人胆小 怂 也怕死 这个也是实际情况 尤其有钱了 一有钱之后 这孩子就变得特别的娇气 实际上很多孩子送到了英国美国 我们也认识有些朋友到国外都学坏了 哎呀 染着头发 然后这个戴着这个耳环 鼻环 吸毒 然后性混乱 性乱 是吧 可以找对象 是吧 我儿子也找到当地的女孩 对吧 但是是吧 你一段时间内只能一个 还是要是吧 两口子嘛 你就一对一的 说两人真掰了 掰了 你再找下一个 您不能说今儿拉一个 明儿拉一个 今儿睡一个 明儿睡一个 胡搞不行 是吧 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朋友们